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蔬菜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非常的重要 种类也是很多 每一种蔬菜都有它的特殊的营养价值 如果我们让你选择一个最好的蔬菜 你会选哪一个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一种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款蔬菜 这款蔬菜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卷心菜 这个蔬菜也许你经常吃 但你不一定知道这个蔬菜的营养价值有多好 它的养生功效有多大 当然也有人需要小心的 今天我们就全面的来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对于我们健康的强大功效 卷心菜和西兰花菜花纸甘蓝一样 是属于一种十字花科的植物 卷心菜又称圆白菜 有些地方也称为是包菜 你别看它外表是普普通通 价格也不贵 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容小觑 除了常规的卫生素和膳食纤维之外 卷心菜的主要优点 在于它的叶酸含量比较高 甚至于被人称作是蔬菜中的叶酸冠军之一 叶酸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之一 叶酸也叫做维生素B9 它对于DNA的合成和修复都是至关重要的 它可以预防神经管基型等等 某些的先天性的缺陷 维持心脏、血管、消化、神经和免疫等系统的正常功能 并起到调节蛋白合成、防止DNA损伤等的作用 卷心菜所含的叶酸可以满足50岁以上人群的营养需求 特别是女性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新陈代谢的功能逐渐的下降 机体对于叶酸的需求也会逐渐的增加 除了叶酸以外 另外在中医里面的卷心菜性品 也就是说它不寒也不热 吃起来没有什么的负担 而且还有善解清热止痛之效 对于身体的很多器官和部位都有养护的作用 一、天然的养胃菜 卷心菜里面含有一种的抗溃疡剂 维生素U 这种成分可以帮助修复胃粘膜 对于轻微的胃溃疡患者来做 是有促进恢复的作用的 卷心菜里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加速有害物质的排出 再加上卷心菜里面有 维生素B1、B2等的营养物质 又加强了它的护卫的功效 常吃可以降低胃部疾病的发生的风险 二、保护骨骼健康 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 卷心菜有立关节撞筋骨的功效 这是因为卷心菜里面含有的维生素K 有强筋健骨的功效 每百克的卷心菜里面含有76微克的维生素K 可以满足普通成年人每日所需含量的95% 卷心菜富含的钙、硅和维生素K等的成分 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和修复 预防骨质疏松 对于容易缺钙的老年人和女性的人群来说 很适合食用 此外,卷心菜的硫化物在合适的烹调的条件下 能够转化为有效的抗氧化的物质 有效的抑制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 防止骨关节的疾病 三、补肝肾 卷心菜还可以起到补肝肾的作用 因为卷心菜含有的硫化物可以促进肝脏的代谢 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毒素 防止肝脏的损伤 此外,卷心菜富含钾有利于肾脏的排毒 预防肾脏的疾病 卷心菜中的维生素C和β的胡萝卜素也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维生素C是一个强大的抗氧化剂 能够增强免疫功能促进皮肤健康 帮助伤口愈合 四、天然的抗癌菜 卷心菜中含有丰富的银朵素 萝卜硫素 萝卜素可以改变吃激素的代谢 降低患有限癌的风险 萝卜硫素能够刺激人体细胞 产生对身体有益的霉 进而形成一层对抗外来的致癌物质 清洗的保护膜 特别是留带葡萄糖干这些的化合物 它在体内分解的时候 它就会转化成一种叫做一流氢酸脂的东西 这种物质研究发现 它是有减少癌症风险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 适当的多吃卷心菜是有助于鉴定癌症风险的 这卷心菜里面的抗氧化剂 它不光有维生素C 它还含有像花青素多分类的化合物 这种物质也能够保护身体 免受氧化应急和慢性疾病的影响 因此卷心菜应该是大家饭桌上必有的 6.孕妇的保健菜 我们知道女性在备孕的时候 要补充一些叶酸来预防胎儿畸形 卷心菜就是一种富含叶酸的素材 孕期的女性和处于生长发育期的 孩子都可以多吃一些 叶酸还能够促进骨髓中的幼细胞成熟 可以起到预防具幼细胞贫血的作用 对于容易贫血的中老年的女性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 同时卷心菜还是一个膳食纤维的非常重要的来源 膳食纤维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肠道的运作 有助于我们稳定血糖水平 能够促进肠道的运动 预防和治疗便秘 同时呢 它还有助于益生菌的生长 维持肠道的维生物群的平衡 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风险 包括炎症 像胃肠肌热综合症结肠癌 克隆氏病 汇阳性结肠炎等等 都是非常有益的 它还富含B组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B6 对我们有比罗尿症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卷心菜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它虽然含有大量的水分和膳食纤维 但是呢 它的热量非常低 它能给人带来饱腹感 但是呢 又没有太多的热量 所以对于我们想要控制热量 摄取减肥的朋友来说 也是尤其重要的 但是呢 它几乎是不含任何脂肪的 健康的脂肪对于我们很重要 但是脂肪呢 同时 它会产生热量 所以卷心菜你吃的再多 你就不用担心热量的问题 但是有三种人吃的时候 那一定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一种就是 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人 卷心菜 它是属于实质花科的蔬菜 像花叶菜 西兰花等等 它们都含有我们刚才讲过的 刘带葡萄糖干的化合物 这个化合物 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对点的吸收 这点是我们甲状腺合成的一个必须的元素 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维持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都非常重要 那么在正常的饮食的条件下 这种实质花科类蔬菜对于甲状腺功能的影响非常的小 如果你已经有甲状腺功能减退了 吃这些的蔬菜呢就要小心一点 但是呢又不能因为这么一点的原因失去卷心菜这么多的健康方面的好处 你可以通过蒸煮的方法来降低这种蔬菜里面的流带葡萄糖干的含量 另外你可以补充一些点的摄入 比如说一些海产品啊 牛奶鸡蛋和点盐等 这些都是点的很好的来源 你可以适当的做些补充 第二种就是低血压的人群 卷心菜含有较多的甲 而甲可以促进钠的排出 因此低血压的患者应该控制卷心菜的摄入量 避免引起一些血压进一步的降低 三种就是卷心菜过敏的人群 有些人可能对卷心菜过敏 会出现皮疹 呼吸困难 口腔肿胀等的过敏的反应 因此这些人群应该避免食用卷心菜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卷心菜对我们有这么强大的养生功效 那么我们赶紧把卷心菜 列入我们的饮食计划里 绝对不能错过卷心菜 给我们健康带来的这么多的益处哦 看到这里 你对卷心菜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